俄乌战争持续至今超过了70天 俄罗斯在今天举行了莫斯科红场大阅兵 总统普丁是亲自主持 总共是有超过1万名的军人 参加131件现代武器装备亮相 其中亚尔斯洲际弹道飞弹 以及末日战机都成为了外界瞩目的焦点 俄军步伐一致列队前进 举手尽力气势磅礴 俄罗斯总统普丁以严肃神情坐在台前观看 俄罗斯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二战胜利日的阅兵仪式 除了有1.1万军人参与活动 还有131件现代武器设备亮相 打头阵的是二战传奇坦克T-34 还有而至的台风装甲车 S-400防空导弹系统 多管火箭炮系统 以及亚尔斯洲际弹道飞弹等武器出现 场面浩大 虽然受到天气影响 原地有77架军机飞越红场上空 如今不得不取消 但在彩排中 末日飞机1280罕见亮相 若发生核战 这架末日指挥机 就会载着总统等官员升空指挥三军 如今在敏感时机出现 恫吓西方的意味浓厚 普丁演说中表示 在乌克兰展开的特别行动 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也有俄罗斯官员 最近透露 若发生核战 北约国家将在30分钟内被摧毁 而在乌克兰依旧炮火连连 乌军使用TB-2无人机 摧毁了刚降落地面的 俄罗斯NMI-8直升机 首次出现无人机 打击有人机的画面 俄国的空军部队 则在蛇岛上空 击落了两架乌军苏凯24 战斗轰炸机 战事人无眼 其息鼓的迹象 记者综合报道